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简单了解一下OSI参考模型中的封装与解封装的过程 3.了解一下OSI参考模型中的物理层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什么是OSI参考模型 OSI参考模型是由iOS即国际标准化组织 于1983年提出的一种开放式系统互联的网络模型 这种模型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说了 它是一种参考模型 也就说明什么呢 时至今日 它都是一种理论 或者说是各大生产厂商在生产他们的设备时 只是进行参考的一种模型 而并不是实际应用的 好的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什么是OSI参考模型 正如这张图上所显示的 OSI参考模型呢 简单来说 它可以说是一种规则 一种规范 我们依据这种规则将网络 根据其各个部分功能的不同 分成一个个的层次 一个个的模块 也就成了这七个层 一物理层 二数据链路层 三网络层 四传输层 五绘画层 六表示层 七应用层 好的 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些 关于OSI参考模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一个 PDU 协议数据单元 这里说的好像很玄乎很厉害 其实很简单 PDU就是一种单位 我们在应用层 表示层 绘画层 这些层之中的传输的这种东西 就是PDU 比如说 在应用层 表示层 核化层之中 我们传输的 我们传输数据 在传输层之中 传输的 就是 消息 你这个消息呢 从传输层发给网络层之中 在网络层之中传输 这时候呢 又被称之为数据包 从网络层传输给数据量层 在数据量层之中 这个又被称之为真 最后在物理层之中 称之为比特 其实 所谓的PDU 也就是数据在各个 不同层次之间的一种 名称 叫法而已 第二概念 我们说了半天 什么分层 什么数据层 什么各个层 这种东西们的 其实啊 它就是一种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种模块 依照功能的不同 我们将网络这个整体 化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 这个概念呢 我给大家写在这儿了 但是希望呢 大家不要死记硬背 简单的理解一下就好 分层是有很多优点的 这四点呢 就是分层的好处 如果 某些光看我默克的同学呢 希望考验证书 我希望你们能把这四点记下来 因为呢 在考试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遇到 这之类的提醒 一 促进标准化工作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一直都跟 都在跟大家说 OSI参考模型 是一种参考模型 所以呢 在网络生产厂商 生产他们的设备时 会参考这种 这种规范 使得呢 我们的工作 以网络更加的规范 更加的标准 二 各层间相互独立 把网络操作 分成低复杂性单元 这个是说什么呢 网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我们将之为分层之后 依与功能的不同 将之分成一个独立的模块 也就降低了 这个网络的操作性 你只要理解好 每一个模块 每一个层次 将每一个层次操作好 那么 你这个整个网络 你也就是建好 或者说是维护好了 第三 灵活性好 某一层变化 不会影响到别的层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生活中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一家公司 他的财政部门和他的技术部门 只要不是 说是资金缺乏 就比如说财政部门 他们的账都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 是不影响到他们技术部门搞研发的 大不了他们财政部门的经理 或者说是负责人 对他们自己财政部的一些账 对自己的公司的一些账 重新做一遍就好 是不可能说是影响到技术部门进行研发 进行搞科研的 所以说灵活性好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层次 就比如 网络层和物理层之间 你的物理层网线端 你只要把网线修好就可以 你在维修的时候 是不用管网络层如何如何的 你只要把你物理层修好 你的网就会又通了 第四点 各层间通过一个接口 在相邻层上下通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数据 也就是说PDU 在网络层之间传输的时候 不同的名称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名称 因为它在不同层之间传输 它要怎么传输呢 是通过这一个接口 在相邻层之间上下传输 上下通信 说了这么多 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向大家介绍 这两个概念 封装以及解封装 这两个呢 概念是什么意思 封装 它就是说 我们将几个独立的模块 把它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就称之为封装 而解封装呢 就是封装的这个逆过程 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 网络中的这个 数据封装的过程 就比如说 你正在跟隔壁的同学进行通信 那么你们俩是怎么通信的呢 你的消息 在这三层之中发出来了 那么就是这个上层数据 通过那个相邻层之间的接口 传输到了传输层 这时候呢 要在它的前面加上TCB 头部保温 这样就是一个封装的过程 这两个单独的模块 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就是一个封装的过程 之后呢 又通过那个接口 传输到了网络层之中 那么 在此加上IP头部保温 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之后 再之后 在数据链路层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里加了 不只是 不只是一个头部保温 而是两个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LLC 逻辑控制子层 以及 MAC子层 这两个子层呢 是数据链路层的两部分 MAC子层 更贴近于物理层 而LLC 逻辑链路子层 更贴近于网络层 这样说可能大家有些不太理解 简单来说 MAC子层 更贴近于硬件 而LLC子层 更贴近于软件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在LLC子层 我们在最后 还有加一个真胶元序列 什么是真胶元序列 已经说了 它是一个校验序列 也就说明 它是用于查错的 如果当你这个 传输到另外一台机子的时候 他们对 对方在解封装的时候 取出这个FCS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如果这个真胶元序列 如果跟你这个真胶元序列 是对不上的 他就会认为你 传输是错误的 会将这个数据丢弃 然后 在最后 通过数据列入层之后 它会被还原成 在物理层上被还原成比特流 在实际的物理介质上进行传输 在对方的机 在对方的电脑上呢 或者说在对方的网络中 进行一个解封装的过程 将这个 也就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 将这个物理信号 逐步还原成 逐步摘取头部 头部报文 还原成最后的数据 发送给计算机 这就是封装 以及解封装的过程 也是网络通讯中 一个简单的 基本的过程 好的 下面让我们来 单一的看一下 OSI参考模型中的各个层 今天呢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物理层 物理层中的PDO 正如前面所说 比特 它的功能呢 有两点 一 物理组件 搭建数据 二 编码信号识别 说的好像很玄乎 其实很简单 你所建造的物理层的工作 其实是什么呢 搭网 修网线 这是最简单的物理层的工作 很多 很多的网络设备 物理层中的网络设备 你都是见过的 就比如简单的网线啊 这些东西们 这也是 我为什么在此处 先介绍物理层的原因 有一些教材呢 他们是先介绍应用层 从上往下 从第七层 往第一层介绍 我呢 则是从第一层 向第七层介绍 因为我觉得 这样来说 你从第一物理层 这一层的东西 首先来说 它比较简单 二 比较直观 大家很多东西都见过 下面呢 来说一下物理层中的一些信号的类型 以及传输的介质 传输的介质呢 主要有三种 同缆 光纤 无线 对于第三种 无线呢 在此处 就不再多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无线 因为无线在NA中 自成一脉 来看一下前两种 铜缆 传输电面数信号 铜缆呢 其主流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 双脚线 二 铜轴电缆 对于这个第二类光纤呢 相信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 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 它虽然呢 会成为 之后的一些主流 会取代 逐渐取代铜缆 但是如今 它的成本还是过高 搭建的一些技术呢 也是偏难的 所以它进行远距离的搭建 至今为止 也是一种 非常难的一种工作 所以最主要用的 还是铜缆 而在铜缆之中呢 我们最常用的呢 又是双脚线 什么是双脚线 双脚线 又分为 屏蔽双脚线 和非屏蔽双脚线 这个屏蔽双脚线 和非屏蔽双脚线的 区别在哪里 屏蔽双脚线 较之非屏蔽双脚线 多了一层保护膜 它会将你的一些 将你的一些 外来的干燥 有效的屏蔽掉 这种 这种屏蔽双脚线 这种网线呢 主要多用于一些 像工厂之类的 嘈杂的地方 而在其他地方 因为呢 屏蔽双脚线 虽然会具有这种功能 但是它的成本 较之非屏蔽双脚线 也会增加一些 所以最主要 我们应用的网线 还是非屏蔽双脚线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物理设备 物理层的设备 物理层的设备呢 主要有这三种 极限器 转换器 中继器 极限器呢 就是将你的线分出来 因为相信大家 很多人都会 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 都有那种 Hub那种东西 这个呢 就是 当然咱们那种Hub 都是一种小型的极限器 但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转换器呢 就是将你的 诸如像 你的针 针孔的头 和你的USB的头 这种转换 这种东西 就称之为转换器 其实就是转换 就是转换一下 插孔的类型的 中继器是什么 中继器 是在你距离过长的时候 增强你网络传输信号的时候 所使用的一种工具 也就称之为中继器 它呢 就是为了在中间 加强你的信号 好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学习 一 简单了解一下 OSI参考模型 OSI参考模型是什么 七层 二 简单了解一下 封装与解封装的过程 也就是呢 在网络中 数据传输的一种 基本过程 三 了解一下 物理层是什么 好的 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再见